今年央视春晚这么神奇 不仅有入韩馆小彤合体 李一峰陈伟廷张艺兴他们也被邀约了 算算时间 今年央视春晚的节目应该已经定得差不多了吧 但关于嘉宾都有CV这个全民大猜想依然在继续 昨天李一峰陆寒和关小彤他们仨就并排上了热搜第一 原因嘛自然还是和春晚有关 at新浪综艺发博称根据知情人士的可靠消息 这三位都被邀请上了18年春晚 这阵容大概只能用超豪华超流量来形容了吧 善李一峰一人的人气拿出来就足够给年三十二的迷妹们 大意激强积雪了 前两年一直在被邀约 但从来没有真正登台过 粉丝也都挺期待的 更何况还有和他一块并列四大流量小生的陆寒 外加陆寒去年强势公开的小女友关小彤 这个搞对象都搞到央视的跨体度就厉害了啊 EMMMMM 就是不造入寒的粉丝会不会陷入想看自家爱豆 但是又不想见到抢了爱豆的女人的矛盾中 但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是 at 腾讯综艺那边的说法 毕竟大公司 他们也有熟悉的知情人士啊 而从他们知情人士那里得到的消息是陆寒和关小彤会同台没错 但另外共同表演的不是米一峰而是陈伟廷和王家 不知道到底谁的消息准确 现在又有说法是陆寒和关小彤俩人一定不可能同台 这一前一后的也是大 并且没过多久依然是来自at 新浪综艺独家 说是杨洋陈伟廷和张艺兴也都祸夭了 其中张艺兴貌似要和黄博搭档 极限挑战之后再合作 加上之前被抱过腰的TFBOYS三小只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年轻艺人被春晚相中 不仅因为今年春晚说是要走青春路线 还和近几年春晚的趋势就是越来越贴近年轻观众有关 15年的时候央视就曾集结舞一反陆寒俩归国鲜肉 外加在内地逐渐红起来的陈伟廷和体坛 颜值担当宁泽涛来个合唱 当时可不仅仅是邀约赖字 陈伟廷 吴亦凡和陆寒仨人已经跟着春晚参加了多次联牌 还在联牌后接受了央视的采访 大有一种会在大年夜的当晚陪着吃瓜老妹们过年的架势 但最后蛮可惜的 因为那年春晚的时长限制 最后这个节目在经过五次联牌之后被毙掉了 不过就算这样那年春晚也是有新面孔的 比如因为我是歌手而备受关注的邓紫棋 从16年开始年轻艺人就越来越多了 作为优质少年偶像代表的TFBOYS第一次登上春晚 杨阳和前辈同铁星合唱了一首《父子》 马天宇和关晓彤倒是没有走歌舞类的节目 而是转到了语言类那边 搭档演习了小品 然后是17年也就是去年 流量偶像的数量成倍数增长 TFBOYS三小指在当台已经没有第一次那么拘谨 更加大方自信 陈伟霆和陆涵搭档合作了爱你一万年 要说陈伟霆还真是一个神奇的存在 从15年开始年年被春晚邀约 但不是节目被弊 就是自己受了伤没办法当台 好不容易出现了 也算是没有辜负大家伙的期待和等待 警百然张艺兴也合唱了 歌名健康动起来 榜妹记得当时小年羊还尬舞了来着 还有狐歌王凯的在此刻 EMMMMM可以说是撑起了春晚腿长的一片天了 马天宇和关小彤倒是从语言类又转到歌舞类了 但不在主会场 分会场和王家一块 三个人合唱了一首带上月光上路 所以照这个趋势来看 就是今年春晚开篇提到的所有被邀约艺人都来了 榜妹都不会觉得惊讶 不过话再说回来 请这些年轻艺人们登上春晚舞台 到底对于吃瓜观众们宁愿刷微博看段子 也越来越不爱看春晚的现状 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是有的 最经典的一例是13年的时候韩剧继承着大火 李明告忽然就成为了亚洲男神 后来冯小刚在指导14年春晚的时候就把他给亲爱了 和宇成幸运快合唱了一首尖飞雷 榜妹到现在都记得当时的盛况啊 从微博到票圈 铺天盖地都是啊啊啊啊啊啊长腿欧巴终于出现了的呼声 所以就算是风是春晚的收视率是十年以来的最低 但李明告的出场和节目期间的收视率依然能够夺魁 周杰伦也是一个 几次参加春晚都是当年的收视之王哀 而且今年极有可能在登春晚舞台 同里流量偶像们呀 在春晚还没开播的时候 就能调动无数年轻追星党们的积极性 让他们开始关注 期待春晚 比如腾讯和渣浪刚公布的这几个春晚邀约名单嘛 下面一水都是粉丝在为偶像们打call的 而且流量们有持续吸星的能力 不仅在春晚开播前可以提前预热 让网友期待 花痴 春晚期间也给顿子手和粉丝们提供了相当多的娱乐素材 你看 同样是追星的 谁会缺席了自家爱豆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演的瞬间呢 是吧 不然连同款都get不起来 还有后续的宣传工作 根本就不用节目组操心 表情包和截图包括GIF都可以交给粉丝们来完成 一条龙的服务不仅是收视率的保证 还减少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稳稳的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因为流量偶像们现在越来越受观众喜爱 作品和实力都拿得出手才会被邀的呀 而且热度高 话题和热搜都能带得起来 so 在春晚节目还会变动的现在 我们静静地等待猜测一下看最后到底哪个爱豆会出现就好惹